早餐是一天活力来源 但小心错误早餐选择 恐对身体带来负面影响 营养师赵寒英表示 有许多门诊案例 从早餐开始就有营养摄取不均衡的问题 并列举九款地雷选择 包括中式的烧饼、油条、咸粥、水煎包与面线 以及西式的炸猪排、卡拉鸡腿汉堡 铁板面和大冰奶茶等 都是高碳水化合物加上高油脂 他建议早餐应选择植物性蛋白质 如无加糖高鲜豆浆、地瓜与水果沙拉 就是很好的搭配组合 赵寒颖在脸书粉砖赵寒颖营养师的美丽方程式发文指出 根据为福布建议 成年人该摄取的营养比例是 碳水化合物占55%到65% 蛋白质占10%到15% 脂肪占20%到30% 然而他说 在营养门诊中常有个案提到 每次吃完早餐就疲倦想睡 且还不到中午就感到饥饿 关键就在摄取营养比例不均衡 多数都有过量摄取油脂和碳水化合物的情况 赵寒颖进一步解释 因为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 然后又迅速下降 让人感到疲倦外 同时也可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和工作效率低落 他并列举九款地雷选择 包括中式的烧饼 油条 咸粥 水煎包与面线 以及西式的炸猪排 卡拉鸡腿汉堡 铁板面和大冰奶茶等 都是高碳水化合物 加上高油脂 至于早餐该如何吃才能让活力满满 赵寒颖指出 补充足够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能避免高糖 高油脂食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还可帮助提升好心情 他尤其推荐搭配植物性蛋白质 相比动物性蛋白质对身体更无负担 赵寒颖也特别分享活力早餐菜单 内容包括无加糖高鲜豆浆 地瓜及水果沙拉 他指出 豆浆不仅富含蛋白质 不含胆固醇 还有膳食纤维可提供饱足感 助排便顺畅 地瓜则属于含有纤维的碳水化合物 非常适合取代粥品或铁板面 再加上一份清爽的水果沙拉 即能补足膳食纤维 建议不妨可尝试看看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